王宝强和马荣离婚 更怒接女方和经纪人宋哲联手背叛 新闻轰动娱乐圈 其实赵晴十年前也面对类似状况 被前妻林新提拼走机去五千万元及三度房子 被封为台版王宝强 他当时无法面对外界 转往内地发展 经过十年努力 31号重新在台媒体现身 我刚刚说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到台湾 我觉得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演员都到对岸拍戏 我觉得回家还是需要的 所以有好的作品有好的戏 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家 让我们的台湾的同胞都可以看到 属于我们的好的作品 赵晴十九十年代戏剧当红小生 眼红七世夫妻之梁山博 女注音台中的梁山博 知名度大开 但十年前突然消失 事后才知道是被前妻背叛 他因此转往内地发展 还独立抚养前妻和别人生下的四个小孩 一度全身只剩下五十元 让粉丝心疼 他离婚后跟前妻没有再联络 至于抚养的四个小孩 他2007年用当时仅剩的钱买四张机票 将小孩送回台给前妻姐姐 赵晴历经婚变后 这十年也有过新恋情 至于现在感情状况 他不正面回应 不过他没有考虑再婚 称婚姻这块伤口有一点深 所以不会去碰 你不要想到坏的地方去嘛 你往好的地方想啊 你看 我们在书院读书的时候 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也很舒服啊 哎 山伯 嗯 我想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办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